大家好,歡迎收看大膽賽馬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跟大家說說明天7月10日 沙田日賽深水 喜歡影片記得按LIKE,訂閱頻道,按鈴鐺 有新影片通知你 訂閱科法很簡單 每條影片都有訂閱腳樓 按一按就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明天賽事將會採用沙田C加三跑道 10場賽事 八草兩泥 頭場開跑時計1點鐘 不過頭場是新馬賽 所以算上 泥地兩場新馬賽 一場 其餘的賽事只有7場 留意了 C加三跑道 明天推介這場深水 就是泥地賽事 第2場 4班12米泥地 暫時帶熱門 就是這隻 11日再大大 鄭俊偉搭著加里的組合 真是奇蹟怪 竟然敢熱到3.4倍 近來鄭俊偉也是不吃的 雖然差上岸 但是這些四班泥地千二米 賭到這個價錢 就是怪雞一些 所以都是覺得有些問題 所以推介這隻7號馬 紅海福星給大家 蔡明少 文家良 早下 上次草地也推介過一次 但是上次黏地就不太行 只是跑第11回來了 早段搶不到 主要原因是 真是糟糕 賣不到爛 全程頂外跌 所以就糟糕了 因為 估計他都會跑淋地 但是真的搶不到頭 早段真的太慢了 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所以 就糟糕了 上次 雖然冷門 但是就賣不到 你看見的 紅海之星 在外面 真的挺努力的 這個 蔡明少 紅海福星 但是真的 賣不到爛 沿途走 嘩 四疊 還有一隻馬 頂著他 一路四疊 沒辦法了 中間 繼續 都沒辦法了 真的 黏地 就算 幾應付到 你這樣跑 千二米菊草 都是 惡搞的 所以 剛剛那一場 就可以抹掉 這次 回到黎地 首本路程 他在黎地 都是 經常 上到名 今季 其實黎地 都跑過第三 巴道和他 上季 兩回 在黎地 都是四班 所以 都是值得留意 早段 這樣 洩毀法 入到直路 就沒有了 都沒有 硬騎下去 蔡明少 都是順著一隻馬 加上上次 隔了半年 初出 所以狀態 還未說 最高的水準 所以 這次 真是 熱了 好一點 所以 這次 再出 就 不是 跟你玩 雖然 排檔 也不是 太 有利 但是 七檔 也是中間 不算太差 那 回到黎地 他 八檔 十一檔 都贏過馬 都是跟前走 跑法 七檔 起步 他入面 也不算太多快馬 合衝共濟 那些 雖然快 但是黎地 真的不是那麼耍家 幾次跑黎地 都是沒有東西看的 所以都不是那麼害怕 如果被他順利貼到藍 外檔 中華威威那些 拍上來 那些 顏色王子 都不用怕 讓你先走 撐住 好位 入直路 就可以了 總之 他埋到二疊 都很有機會捱到 入直路 不要說 上次 沿途四疊 就可以了 泥地 和菊草 好有不同 所以 這隻 七號馬 紅海復星 經過熱身 今次再出 希望季尾前 今季 紅海 文家糧 還未交代 所以這隻 交給蔡明少 看看 爭奪 高東尼獎 可不可以 再成為 贏馬的棋子 希望明天 這隻 紅海復星 能夠順順利利 可以贏到馬 回來了 所以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是吧